哎呀本周的木月快报 组织樱花记这个活动来袭 活动里面啊 找吃完的任务一般比较难 大家记住下面一个口诀即可 牙往哪个方向看 就选后面的选项即可 春日急舒服也没什么好说的 强着大家发言 护送任务又来了 哎呀这个任务最头疼了 奖励还是比较丰厚的 每天最多能买两次 大家记得买满 自然降临啊 不是一个体力活动啊 白嫖就可以拿到所有的奖励 因为饭收屋又来回收金币了 大概七千金币一个忍者 加藤段和刚手啊 会有一个头像框 六的话可以优先选择这个忍者 他的机制也是比较有意思啊 可以灵魂出鞘 还可以给对手贴起暴符 大招是一个全程不能替身的硬抓取 性感太阳哥 他的两个技能啊 都是远程莫奖的 不过一技能召唤树枝是可以扫地的 但是二技能的封盾是不行的 大招一共有两段 第一段是开启一邪那棋 在这个状态下 团脑的手里会有大宝剑 普攻变成远程 第二段是李四乡封印啊 打伤害速度非常快 这些那棋的状态啊 有点像仙人模式 在这个状态下 被击杀的话 团脏会复活 并回复少量血量 但是会消耗两个凹一点 所以查克拉和他是绝配 至于低路啊 他的两个技能长按 都有防反效果 那个防反几乎是全凭追踪的 在触发防反的时候 他的大招也会有所不同 这个忍者可以说是一个碰瓷大师 但是他的两个技能释放的话 后摇很大啊 给人感觉很笨重 不过如果对面不会啊 始终让你触发防反 那就很爽 电影之宝箱这个活动啊 我一般都会全部选成培养师 反场忍者方面啊 三传是1980点券 吴冬应该是3000多金币 吴冬这个忍者还是蛮有意思的 他的两个技能啊 都有两段 一技能的第二段是回旋镖 二技能的第二段 是用鼻涕啊 把对手动住 大招是召唤自己的团队啊 组合攻击 娱乐性还不错 有金币的话可以考虑 但是青年三传这个忍者 如果不玩战略的话 谁买谁是大圆种